我覺得這個檢調 目前來說的話呢 他並不是一個主動偵辦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檢調也不得不放開來 因為他是被檢舉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這個 連以錦的案子也好 講這個李孟燕的案子也好 我覺得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他都是被爆料 被檢舉 所以其實我覺得 當然司法要繼續調查下去了 但是從剛才賴清德的說法當中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他背後的原因 大概已經招燃若接了 就是跟縣市場選舉有關 但我覺得他自己也認為是這樣 你看看他這個說法就知道了 說東天還沒有到 不要急著搓原子湯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選舉還沒有到 你不要那麼快就開始這個 你內厚然後這樣子 你拿我刀殺我一刀 我拿到搓你一個 不需要這樣急著搞那麼難看 但是我覺得林依錦的事情 可能是屬於地方上面 尤其臺南市的市長的選舉的 黨內初選 但李孟燕並不是 所以其實某個程度來說 我認為賴系 整個旁邊這部分 其實在民進黨派系當中 似乎應該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剛才這個亮君也說 咒理書這個PTT已經 沉積那麼久了 沒有去用它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有人去爆料 運用那個帳號出來 其實要不是有那麼奇怪的事情 大家也不會去追溢說 背後到底是誰 而且我們剛剛從這個 李孟燕這位張信女士 她的聲明 寫得這麼的那麼的清楚明瞭 脈絡清晰來看 我們以為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是有人替她抱不平 所以出來爆料 所以包括有些照片是自拍的 你說這個自拍的照片 不是李孟燕那就是張信女子 那怎麼會有別人有呢 但顯然這個張信女子 出來澄清的時候 她認為她沒有史專中氣啊 她不是去澄清了若干的裡面 那個PTT爆料裡面的一些字句嗎 所以顯然的 並不像是她去縮使人 也不太像是人家替她抱不平 因此抖出這東西來 所以顯然有一個第三方 所以這個第三方是誰 所以不管是從林一錦的事件來看 不管是從李孟燕的事件來看 這個第三方都是收集資料很久很久 你說像林一錦從十年多前 還在十一元時間 就已經知道她可能有一些運用人頭啦 少的價格多爆啦 等等等的事情 但選在這個時候才來爆料 那李孟燕的事情的話 也是打從十幾年前 就知道他們過重聖命 那但是的話呢 他們或許如張女所說的 他們近年來並沒有交往 感情淡趣 但是他硬是說他們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反映出來的就是 我覺得有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說 民進黨內的內部的鬥爭的氣氛 現在看起來應該已經很炙烈了 但是我覺得最詭異的地方在於說 他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嗎 當他們沒有權力當中的矛盾的時候 這個事情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可能有些人就知道 李孟燕有婚外期 有些人就知道 林一錦他在搞這些東西 但是我都不報 大家你知道我的 我知道你的就恐怖平衡 等到我需要的時候 這個東西才被拿出來當工具 我覺得這點風氣太糟糕了 所以代表就民進黨內的腐敗程度 其實我們真的要花生一個 非常大的問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這個賴清德本身 真的是恥人不明的狀況 我覺得他今天出來 昨天的這個中場會裡面 聽起來好像就是按捺大家 但是我覺得這個按捺是民進黨內自己的問題 再在我們來看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內賴清德作為一個總統 他其實看待這些 這些都是他一路拉拔起來的 林一錦跟著他 從在國大代表期間 就到他的辦公室主任 他是非常親密的 等於他的愛將一路提起上來 所以選了六屆的實議員 到今年選立法委員 所以對他來說 他真的不知道林一錦在做這樣的事情嗎 地方上面的風評這麼糟嗎 剛才這既然講到最新的發展 1.7億不是小錢 這個他已經不只是說用人籌 剛剛這個時候念了一大堆 詐領這個什麼助理費 詐領詐領一些 高宏安搞半天 他自己獲利多少 十一萬 十一萬六千 眾判七七年 如果說像這個林一錦的中 他不只是只有詐領保險費而已 他等於是運用立法委員的職 議員跟現在立委的一些職務的 權力之變 去A錢去標案等等 那李慕應事實上也是 你說好雖然一開始是台北市 但是後來他歷經的 一路其心 從台南市的什麼水利局長 到這個秘書長 到代理市長 到行政院的發言人 行政院的秘書長 到交通部長 他現在真的都不知道嗎